在520宣誓大典上 他的就職演说 紧扣着未来四年的国家发展 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跟民主深化 面对未来国际情势 他也将深化跟美国 还有日本等国家的伙伴关系 两岸方面 更秉持盛选当天所提出的 和平 对等 民主对话 这八字真言 并且再次重申 拒绝一国两制 致力维持两岸和平 而此外也宣誓 将在立法院成立 收线委员会 要正式启动性改工程 今天我站在这里 是以无比的感恩的心情 再一次的承担 台湾人民交付给我的责任 520宣誓演说 总统蔡英文第二任期 宣誓正式启动性改工程 政府体制的优化 也是非常的重要 立法院即将成立 修线委员会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攸关政府制度 以及人民权利的 各项宣政体制改革议题 能够被充分对话 形成共识 在立法院成立 修线委员会 针对宪改议题和社会 进行对话 面对未来两岸局势 台湾的路该怎么走 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八个字 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 以一国两制 矮化台湾 破坏台海的现状 这是我们坚定 不移的原则 秉持胜选当天 提出的八字真言 蔡总统维持一贯立场 以不卑不亢 捍卫主权的态度 稳定处理两岸关系 更进一步放眼国际 未来四年 我们会持续争取 参与国际组织 强化和友邦的 共融合作 和美日欧等 共享价值的国家 深化伙伴关系 520就职演说 紧扣国家 未来四年发展走向 也替台湾写下历史新页 记者林晨先生 丽敏家可别报道 台湾防疫成果 也成为蔡总统 就职演说的重点之一 她不但感谢国人 在疫情期间 愿意配合防疫措施 即便到药门口来排队 或者是到居家给力 都可以让世界看到 台湾保持公民的美德 防疫成功 她也不忘感谢 所有国家队跟公卫团队 还有隔魁苏贞昌 所带领的内阁成员 表示台湾可以度过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这些都是因为 会有这群无名英雄 我要谢谢每一个在防疫初期 在药房门口排队的台湾人民 谢谢你们的耐心 以及谢谢你们对政府的信任 是你们让全世界看到 台湾即使在最不安的时刻 也能够保持公民的美德 世界看见台湾防疫成功 全要感谢国人耐心配合 我也要谢谢那些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人 谢谢你们展现 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 成就了台湾防疫的成功 走访蔡英文就指引说 紧后防疫主轴 防疫团队功不可没 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卫团队 请站起来好吗 国家的光荣感 生死与共的共同体 这一段的记忆 将会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团结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就算疫情带来庞大经济冲击 蔡总统也有信心带领台湾挺过 经济成长更回到了四小龙的第一名 股市万点 也成为常态 社会安全网密封补好 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补起来 不只是视觉失调症 其他的精神疾病 毒瘾 家庭暴力等问题也是一样 蔡总统第二任期就职典礼 因为疫情缩减规模 但谈到国人防疫成就 她自信向世界大声说 今年就职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外宾都安排在台北宾馆观看典礼视讯 而其中在祝贺影片当中除了有友邦元首跟各国重要之外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他也在影片当中称呼总统女士 还说台湾在疫情当中证明了自己并且全世界都欠台湾一份情 而国内受邀出席参加的嘉宾包括卫福部长陈时中 还有防疫五月天成员 至于六都市长方面 除了高雄市长韩国瑜没有出席之外 其他五都市长都有参加 新美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如秀燕 现神520就职典礼 六都市长除了高雄市长韩国瑜通通都出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这回穿上西装 半隆重 绿营首长们当然盛装抵达 前所未有的高啊 因为包括以美国来讲 已经国家安全副顾问都讲话了 那国务卿也拍 也在他脸书PO出这个文章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在这个总统府呢 进行宣示旧时的典礼之后呢 接着呢在台北宾馆这边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一个宾客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边都是各国的驻台使节 那么留在台北宾馆来给蔡总统祝贺 防疫依旧美感放松 还要和蔡总统保持安全距离 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局 助卿史达韦拍影片 称呼总统祝贺台湾防疫成果 层级之高依旧让台湾再度发光 防疫大工程当然不能忘了指挥官 诚实中戴口罩低调现身 尤其前一天办公室的小床首度曝光 更让阿丁部长的辛苦 让网友们大呼感动 总统祝典礼 首次为了防疫缩小规模 但这次台湾在疫情上的重大表现 却已经在国际上证明重要性 记者综合回答 这一回缩减了典礼规模 但是送给宾客的礼盒 却完全不马虎 这一次礼盒是两件组的农特产品 里面包挂台东池上香米 还有南投鱼池红茶等等 台湾带地优质农产品 就是要给宾客来一场美食之旅 而在就职大典上 最细经焦点之一 就是担任主持人的台式美女主播侯乃容 这一回他独挑大梁 那么已经有多次转播就职大典 或是国庆经验的他 这一次接下主持棒 他坦言还是有点紧张 欢迎您参加今天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 继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520总统就职典礼热闹展开 仔细听这甜美又不是专业的嗓音 在典礼一开始 直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这位主持人 就是台式美女主播侯乃容 让我们欢迎中华民国第15任 国家元首副元首 典礼会场上独挑主持大梁 语气从轻柔到激昂变换得宜 洪乃容除了是台式专任主播 同时也是台式台湾名人堂的 主持人兼制作人 有多次转播国庆跟就职大典的经验 为了这回也做足准备 包括车子到达 什么时候离府 这些时间的timing 都是我们事先没有办法预期的 我其实在事前也都准备了 多了很多的资料 结果没想到统统用上了 拿出准备的手卡 上头密密麻麻都是助记 典礼上更有许多未知跟突发状况 随时绷紧神经 从我拿到这个稿子 正式稿子开始 其实这当中有经过各个单位 不断的修整 不断的修整 一直到昨天晚上的深夜 而典礼上超吸金的 不仅是美女主持人 送给与惠宾客的伴手礼 也充满巧思 两件组的农特产品礼盒 里头有六件来自台湾各地的 优质农产品 包括台东时尚香米 南投普里山形玫瑰花瓣酱 南投鱼池红茶等等 更附上一张卡片 也准备防疫包送给现场采访记者 而这回520即使因为疫情缩小典礼规模 从主持到礼品 各个都不马虎 总统宣誓启动修宪 准备在立法院成立修宪委员会 促进各界的对话 但是门槛却极高 因为即便是朝野立委 都有共识的投票权下 收到18岁修宪提议 根据宪法上的规定 必须要有立法院四分之一的立委们提议 修宪委员会在审查过关之后 还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立委出席 而在出席立委当中 还要有四分之三的人同意 才可以提出修正案 而且公告半年后 公民复决投票 还要有超过一半的全国选举人都同意 才算是完成修宪 因此也被认为是高难度的挑战 总统蔡英文就职演说 谈到立法院将成立修宪委员会 限改议题会充分讨论 只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修宪难度相当高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 我想一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讨论哪些议题 开放公民的参与等等 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有一些比较没有争议 也是大家有共识的部分 可以先做一个讨论 公民的参政权降低到18岁 但即使是朝野 都有共识的投票权下修到18岁 修宪提议还是困难重重 因为立法院要四分之一立委提议 修宪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 还要有四分之三立委 也就是至少85人出席 出席立委四分之三决议同意后 才能提出修正案 公告半年之后举行公民投票 还要有超过一半的全国选举人 复决同意 假如以今年的总统选举人数来计算 过半数是965万5553人 要通过公民复决 得比蔡总统连任的817万 得票数还要高 修宪门口的确是非常高 甚至高于蔡英文这一次的 817万的得票数 不过宪法本来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 那有一些高门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上一次修宪已经是15年前 有些宪法条文不合时宜 宪政体制受民间质疑 但就怕修宪门槛难以跨越 继续成员无想三台北报道 今天是第15任总统就职典礼 而史上第一次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罕见的发表声明 要祝贺蔡总统就职 内文当中更是通通以总统来称呼 蓬佩奥相信在蔡总统的带领之下 台美关系将会持续的主撞 选在蔡总统就职的前一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达祝贺 今天蔡总统的就职大典上 外交部特别宣读相关声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述的祝贺声明中 恭贺蔡总统展开第二任期 并赞赏蔡总统带领民主台湾 台湾堪称区域以及全世界的表率 蓬佩奥在声明中两度以总统相称 分别是台湾的总统以及蔡总统 蓬佩奥强调美国长期将台湾 视为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 以及值得信赖的伙伴 蓬佩奥国务卿指出 台美对于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 日本NHK今天以显著地位 报导蓬佩奥祝贺蔡总统连任 港媒也大篇幅报导蓬佩奥的贺电 因为防疫有成 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大大提升 也正因为这次疫情 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未来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上的角色和地位 将越来越重要 综合报导